嗨!我是詩人 洛克人系列從一代推進到了二代 第一關一定要選Airman 空氣人的吧 理由當然是 歌曲好聽動畫也不錯 打不倒的空氣人 但實際上的空氣人 硬A超好過 之後去硬A了金屬人 你先死啦 嗚呼! 拿到最強特武 拿到最強特武後分別虐了泡泡人 一隻 閃光人 卡在了粉碎人 用特武也不是很好命中 啊!不到! 哎唷! 哈哈哈哈 欸!他直接給頭怎樣 那個頭怎樣 怎麼開場給頭 本代羅認為最困難的關卡 道中很困難的即死螢光榜 聽說這根是即死的是不是 欸!過了一段還有第二段 哎呀! 再來小跳 走走走 欸! 哇!還這麼長喔!哇! 欸!好長喔! 其實過了螢光榜 還有可怕的小怪在等你 來了一個一進到底的 來了一個一進到底的 浪費時間我的天 是一個燦泣滅 好歹人 是一個燦泣滅 好 哇 噴頭髮 喔齁齁齁 欸不是欸不是欸 哈哈哈哈 嗚喔 哈哈哈哈 BOSS官也是很頭痛 啾啾啾啾啾啾 這次會有點猛 所以他開場直接跳到這邊來 好卑鄙喔 但我是誰 坦克人呢 拿豆蛋硬咧 最後吃了衣罐 用大人的方式解決了 哇 沒關係我是洛克人 你只是個快速人而已 哈哈哈哈 衣罐人 哈哈哈 哈哈哈 這次的跳跳專塊放在了熱源人關 過整體比一代簡單 沒跳幾次就過了 還被最嚴格的揚揚稱讚 熱源人本人不強 不過要耐住性子 不過要耐住性子 我們就慢慢打就好了 哎呦 哈哈哈哈 不要擠 慢慢來 哎呦 知道 不要擠 吃 快吃 進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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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隻八大來到木頭人 很強真的很強 玩到破關他的落葉我一次都沒閃過 不過最後有特舞就還挺輕鬆的 洛克人2的心得先到這 礙於篇幅威力成會在下集說說 好 好 好